伴助基奇想要冲破对方的防线 传球 亚尼奇 身体优势啊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博阿腾直接传到前掌 轻巧地传球 打一脚 门将的神勇不救 很好地展现了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魏格尔将球破坏掉 魏格尔其将打门 这种失误啊 本应该付出代价的 场上的优势很明显 期待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皮亚尼奇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质量怎么样 高质量的射门 险些改写比分 凭他的天赋和能力啊 在这种位置选择射门 是意料之中的 不过刚才这脚打门 完全没有吃正部位 他们在开局非常积极 压得很靠上 要是能保持这种高压的姿态 离进球也就不远了 球在曼珠基奇脚下 传到了边路 视野很开阔 贺迪拉 得到一个脚球 贺迫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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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漂亮的传球 这球一顶就近 争抢投球起跳的时间最为关键 稍有偏差就很难顶到球 这球顶得真好 伯尔图率先打破僵局 尽管替 有机会打门 跟上一次设施一样如出一辙 他们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杀死比赛 但却一次又一次将机会浪费掉 也许不会影响结局 但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一开始组织还不错 可惜就是打不到前场 打到前场就被断 莫尔 阿斯匹利奎塔 阿斯匹利奎塔 投球 再次打门 可惜了这么好的传球啊 刚才漂亮的带球突破 促成了这次攻门 显然边路采用的战位防守 是行不通的 他们这次非常的幸运 否则比分早就改写了 赫迪拉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 让对方的进攻到此为止 伯瓦腾 试图快速发动进攻 阿斯匹利奎塔 皮亚尼奇 漂亮的控球 好机会 孙兴敏 切球打板 球进了 反击就带这么打 迅速 果断毫不留情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 这显然让比赛更具观赏性 这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团队精神 也让我们对于下的比赛充满了期待 球转移到了右侧 球就像是站在他脚相一样 维拉蒂 维克尔 防守漂亮 太及时了 要到前场 好的 他成功的突破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比赛兴 岳飞 甩 比赛兽 球出界了 边线球 威格尔 向前推进 他们准备如何进攻呢 维拉蒂 试图攻到门前 维拉蒂陷入苦战 没法摆脱防守 如果想要有所发挥的话 就需要更多的空间 我想这个时候队友可以帮帮他 找一两个人到身边侧应 尽快让他走出困境 否则将很难发挥作用 皮亚尼奇 半场哨声响起 很显然今天的比赛观场性十足 出现了两个进球 双方谁都没能占到便宜 上半场比赛还不错 两队打得难解难分 各进一球 大臣 高雄 中山一盏 被判断 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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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比赛进入了下半时 华尔图在中场休息时调整了人员的部署 很难猜测教练到底是什么意图 一个舌尖上的抢断 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 球现在没人拿谁能先抢到呢 轻小的高球 这个段球干净利落 他知道自己这球传得不好 传球的意识不错 不过传球的力道不好 再打理一点就好了 长传转移找到侧翼 这是一个边线球 位置很好 射门 这个球啊 第一调中透着奢华 曼朱基奇 他们领先了 太精彩了 第一下非常漂亮 创造出了绝佳的射门机会 进球当然不在话下 这球值得一看再看 博尔图取得领先优势 球在曼朱基奇脚下 维托洛 球在曼朱基奇脚下 曼朱基奇想要调过对方头顶 球门球啊不对 我看错了是个脚球 抢得头球 他成功了 领先两球 这下安全了 漂亮的脚球 轻松得手 这球顶得很充分 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 要论空中能力 他可是当仁不让 他在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现在他的目标是帽子戏法 博尔图现在已经两球领先 可以说买了一份保险 这样一来比赛局面完全被改变了 他们已经牢牢掌握了比赛 够门 几乎是贴着门柱出去的 这脚打门线路非常的精准 没有打进 只是欠缺一点点运气 维拉蒂 将球塞过去 维托洛 越位 举齐了 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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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尼奇 阿斯培利奎塔 曼竹基奇 漂亮的折腮球 球传到他脚下 曼竹基奇 得分的机会 就来到了左侧 抢得好 没有让对手吃到豆腐 球转移到侧翼 他选择低拼球传中 维拉蒂 直接长传 过顶球 试图直塞 维托洛 继续带球飞奔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皮亚尼奇 皮亚尼奇 送出直塞 就传过去了 要果断 他能亲 直上怎么样 主场球迷一定大失所望 可能是球员的心理压力 让他们过于紧张 我觉得如果教练 能够让球员更放松一些 他们的发挥 可能会更好 博尔图 已经有替补队员 准备好上场了 漂亮的抢断 他就像一道屏障一样 阿斯培利奎 维尔贝克 球在曼珠基奇脚下 想要穿透防线 有几个抬脚射门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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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打疯了 领先三球了 比赛结果已经分响 博尔图不会放过 任何一次中场传球的失误 短短几秒就结束了战斗 这次换人啊 鼓舞士气 教练换人换得太棒 这就是作为一名替补 应该带来的影响 其他队友都筋疲力尽了 而你可以为球队 带来新鲜的活力 非常有意义的出场 博尔图取得三球领先的优势 对手队员们是完全不在状态 是在忙着升二胎吗 转球的准确度还要提高啊 维拉蒂 调到前场 维尔贝克 出角很及时 穿透了防线 维尔贝克 裁判看了一下表 吹响了他的哨 伯尔图和对手 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 他们把对手打得体无完肤 完全取得了胜利 苗坤 你来总结一下 今天双方的表现 这支球队在课场 并没有显露出丝毫的畏惧 他们的 这支球队在课程中